暗恋人射天花板 从儿时懵懂到明确内心 暗恋十一年 她终于追到了她的光 江莹开车赶到酒店时 门口已经扎满了记者 周一的助理瞧见她 忙不迭上前说话 江莹姐 你怎么来了 江莹面不改色地脱手上的皮手套 先眼皮看面前的小助理 周总人呢 助理面露蓝色 在房间 江莹收回视线上前敲门 不多话 一个二十出头红着眼的小姑娘 从里面开了门 小姑娘不认识江莹 吸了吸鼻子焦揉着声音问 是周总那边的危机公关吗 江莹威点头就走了进来 恰好周一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她腰间系了条松松垮垮的浴巾 额头发丝的水滴落 顺着锁骨蔓延至小腹 最后隐溺进腰间的浴巾里 她唇角微扬 没有丝毫窘迫感 怎么是你 江莹抬眸 对上周一戏血玩味的眸子 这可是周总您的桃色新闻 这么棘手的事儿 没人愿意接手 两人之间 你有来言 我有趣语 两人知道两人是已婚三个月的新婚夫妻 周一先眼皮 似笑非笑的看了江莹一眼 散漫不羁的点了一根烟 回去换个人来处理 江莹闻言 没接周一的话 而是转头看向站在她身侧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江莹认识 周是旗下的心境小花 前阵子靠炒CP上位的 据说前两天 还被某知名导演的太太微博头条点了名 一段时间不见 周一倒是来者不拒 心境小花见江莹 一顺不顺的盯着自己看 莫名有些心慌 但姿态还是拿捏着 下面记者那么多 实在不行 我就承认了跟周总的关系吧 等过段时间风平浪静了 我们再澄清 不等对方把话说完 江莹挑动红唇 冷声打断她的话 我在来的路上 已经联系了你的经纪人 按时间算 人也该到了 你现在可以下去了 心境小花闻言惊恶 下去 可是现在下面那么多记者 江莹轻冷的声音道 公司帮你接了一个口红广告 拍摄地就在附近 你的经纪人会接你过去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心境小花瞥了她一眼 发现周易一直在偷看她 她就只好匆匆地离开了 她白皙纤细的手指 取下周易叼着的烟 周总 麻烦你现在去隔壁房间 李总他们在等着你开会 周易先眼皮看江莹 笑得玩味 都安排好了 江莹神情温良 周总 你只有最多五分钟时间 五分钟后 酒店保安会假装失职 放那些记者上来 周易看了她一会 片刻后 她就勾唇笑了笑 随后她起身 点了点头 一会儿见 这时 她的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 不怒自威的声音 盈盈 半小时后 带周易回来见我 江莹挂断电话 说了一句好 迈步下楼 江莹下楼后 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坐在车里 给周易发了条信息 爷爷让我们俩回老宅一趟 你要是真有那方面的需求 可以直接跟我提 她坐在车里 给周易发了条信息 爷爷让我们俩回老宅一趟 消息发出 周易那头跟以往一样 没回复 时辰大喊 江莹也没脑 退出跟周易的聊天见面 去看今天被推送的娱乐头条 确定 没有关于周易的绯闻 才退出了微博 她正出神想事情 车门突然被从外打开 一道奇长的身影 俯身坐了进来 她见江莹在看自己 周易就细血的调子 在车厢内响起 盈盈 在看什么 周易喊这声盈盈的时候 嗓音雌性又蛊惑 让江莹不免想到了 两人醉酒的那个夜晚 她也是这样哄她 想到那晚 她就秀眉拧了下 收敛思绪 你接下来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回老宅那边一趟 周易修长的手指 轻敲在车里上 好 话音刚落 江莹打转方向盘 车缓缓行驶 她放在中控位置的手机 震动了下 周易随意扫了一眼 屏幕上弹出一条信息 盈盈 周易一天到晚 在外面花天酒地 在家还能满足你吗 不行姐妹 给你交个小哥哥吧 周易挑眉 她看到信息的时候 江莹恰好也低头扫了一眼 两人都挺淡定 江莹一只手握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 将中控的手机翻了个身 屏幕朝下 半小时后 车抵达周家老宅 江莹停好车 跟周易一前一后下车 走至门口 江莹踩着高跟鞋正脉步 听到耳侧 传来周易放荡不羁的低笑声 盈盈 你要是真有那方面的需求 可以直接跟我提 空气中有片刻的安静 江莹转头 看向身侧懒散风流的男人 两人对视 周易眼底刻着似笑非笑 江莹神色寡淡 不用 我没那方面需求 说完 江莹先一步前往别院迈步 周易看着江莹绰约的背影 嘴角笑意加深 江莹进别院的时候 虽然先了周易一步 但是在走到房门口时 还是故意慢了半拍 跟周易同行 两人是新婚夫妻 即便做不到表现的如胶似妻 最起码也该看起来相近如兵 他跟周易并肩进门 刚走到客厅 一个紫砂茶杯 冲着两人砸了过来 周易手一伸 将江莹拽到自己身后护着 茶杯重重砸在他胸口的位置 然后顺着他的身子滑落在地 茶杯里装了热茶 周易又是刚从外面进来的 茶水粘在衬衣上 冒着热气 见状 江莹在周易身后抿了下唇角 想站出来帮他看看 却被周易攥住手挡着 周老爷子正惊威坐在沙发上 一脸怒意 混账东西 一天到晚出了壶来 你还能做什么 前两天刚传出来 跟风尚杂志的嫩膜有一腿 今天又传出来 跟自家公司的新晋小花 她被余记堵在了酒店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周易抬起一只手 将衬衣领口解开 我怎么就不让您省心了 昨天才刚给您签下 海外那个收购订单 听到周易的话 周老爷子虽然怒气犹在 但看得出来 怒意削减了不少 过来 让我瞧瞧烫伤眉 周易见周老爷子脸色好转 松开握着江莹的手 扩不上前 爷爷 谁又跟你打小报告了 周老爷子腻了他一眼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自己做事有点分寸 别总被别人抓到把柄 说完周易 周老爷子又将目光 落在了江莹身上 今天的事处理得不错 你跟周易年龄也不小了 多放点精力在家里 争取明年让我能报到重孙 江莹脸上维持着礼貌的笑 笑意却不及眼底 好 周老爷子见江莹进了厨房 板着脸看向周易 你对盈盈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你要是实在没瞧上她 不行就给她一笔钱 你们好聚好散 那丫头怎么说 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懂这样 不等周老爷子把话说完 周易慵懒的开口 爷爷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周老爷子愣了下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随即脸上展开笑意 想通了 要跟盈盈生一个 周易伸了身腿 生一个 你说的那个人不行 换一个 江莹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周易已经把周老爷子 哄得开怀大笑 对此江莹见怪不怪 周易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男女通吃 老少皆会讨欢心 临近吃饭的点 周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到家 周老爷子只有一个独子 就是周易的父亲周怀安 周怀安有三个儿女 周延 周易 还有小女儿周琪 周延和周琪 是周怀安现在的太太生的 周易是周怀安青梅竹马初恋生的 表面上一家和谐 实际谁都清楚 周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 只有一个 吃饭的时候 周太太几次用公块给周易加菜 俨然一位慈母的形象 周琪娇称 妈 你总是偏向我二哥 周太太笑得慈眉善目 我哪有偏向你二哥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们哪个我都疼 周延事实儒雅接话 母子三人一唱一和 周易似笑非笑地用勺子喝汤 仿佛一个局外人 饭后 江莹起身跟庸人一起收拾碗筷 周琪扯着嗓子娇滴滴地说 江莹 待会儿帮我切个橙子 江莹波澜不惊 说了一句好 周易正站在落地窗前打电话 听到两人的对话 偏过头看周琪 江莹 周琪一愣 随即嘴角扬笑 叫顺嘴了吗 这些年我都是这么喊的 二嫂 二嫂 以后我一定记住 她说着就跑到江莹跟前 二嫂 我错了 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江莹谴笑 满眼疏离 没事 周易瞥了两人眼 继续转头打电话 你说的那个人不行 换一个 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 周易眼底满是嘲弄 行了 你自己处理 挂断电话 周易转身走进厨房 江莹正低头洗碗 耳侧掉下来的发丝 被一双大手撩到后面竖住 爷爷让今晚留宿 你的意思呢 江莹闻言 洗碗的手一顿 听你的 周易身子往前靠了靠 低头贴近江莹泛红的耳边 放心 我睡沙发 江莹身子下意识往前倾 周易 你离我远点 周易低笑 你怕什么 江莹把手里的碗 放到洗碗架上 转身跟周易对视 周氏传媒下约要举行年会 一个月之内 你别再被爆出绯闻 周易却说 如果不小心被爆出来呢 江莹醋眉 你就不能稍微注意点影响 周易皮笑 有点难 江莹伸手推她 那你自便吧 说完 她就走出厨房自己上楼了 周易脸上的笑收了收 踢看了眼站在一侧的庸人 以后 家务少让她插手 庸人很怕周易 仗红着一张脸接话 是二少奶奶 自己非得要做的 周易勾唇一笑 以后她再做 你就卷铺盖走人 周易从厨房出来 迎面对上了周妍 她一副儒雅惊人的做派 阿易 周易泛滥不激地开口 大哥有事 我忘了 带换洗的衣服进来 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 周妍将手里的一杯红酒 递给她 你既然都跟盈盈结婚了 就多照顾些她 她表面看着坚强 其实内心挺脆弱的 周易伸手接过周妍手里的红酒 轻挑眉风 我为什么会跟她结婚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清楚 周妍脸上的笑诀没变 只是多了几分虚伪的抱歉 阿易 那件事是误会 我妈没想到 盈盈的酒量这么差 误打误撞进了你的房间 周易将周妍递过来的酒 一口气喝光 啼笑一声 不细想的话 你们都挺善良的 她将手里的空酒杯 递还给周妍 伸手在她肩膀上拍了拍 你是担心 我跟你抢周氏总裁的位置吧 放心 我是一定会跟你抢的 大哥 在我面前 麻烦收一收你虚伪的腔调 说完她就阔步上楼 周妍一直在角落观察两人 瞧见周易上楼 从角落跑了出来 急步跑到周妍跟前 周易回到房间后 脱下身上的外套 随手一扔 将身子嵌入沙发里 听着浴室里传出的淋浴声 狭长的毛子半咪 若有所思 江宁在浴室里 洗澡洗到半截 才想起 忘了带换洗的衣服进来 随后她扯了条浴巾 记在胸前 走到门口轻敲了两下门板 周易 你在外面吗 话音刚落 她听到门外没回应 又补了句 周易 我忘了带换洗的衣服进来 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 她两句话说完 周易始终没音声 江宁将浴室门打开一条缝 在看到已经在沙发上 睡着的周易时 暗暗松了口气 光着脚走到衣柜前 从里面取出一件睡裙 转身进了浴室 在浴室门关上的刹那 周易睁开眼 视线恰好落在 她白嫩的身上 江宁察觉不对劲 就抬眸对上了 正躺在沙发上的周易 最后 她得逞的笑了笑 周易有名副其实的青梅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场意外 现在周太太的位置 本该是她的 江宁换好睡裙走出来 你没睡 周易坏笑的先眼皮看她 什么 江宁啼一口气 你既然没睡 我刚才喊你 你怎么不吭声 周易拿着手机的手 抵在下盒上 睁眼说瞎话 有吗 江宁被周易的态度 噎得无话可说 跟她对视了话 没再作声 转身上了床 随后周易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立马按下接听 房间太过安静 电话里焦滴滴的女人声 一清二楚 阿易 出来晚啊 周易比笑 想我了 女人娇称 讨厌 出来不出来吗 周易声音沉了沉 出不去 今晚在老宅呢 说完 她又补了剧 陪老婆 电话那头出现了片刻陌生 随即是女人气急败坏 挂断电话的声音 紧接着 江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扫了眼屏幕上 关磊的来电提醒 有些想挂断 关磊是周易名副其师的青梅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场意外 现在周太太的位置 本该是她的 江宁按下接听 亲起红唇 关小姐 关磊不依不饶 你故意的是吧 明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故意带阿姨回老宅 你现在让阿姨出来 江宁说了一句抱歉 我做不到 关磊恼怒 江宁 你别太过分 不等她骂完 江宁握在手里的手机被夺走 周易站在她床边 衬衣领口微长 下摆一半散落在外 别无理取貌 周易后来跟关磊在电话里 还说了什么 江宁没听 起身下楼倒了杯温水 站在客厅里喝 正喝着 听到身后 响起一阵沉稳的脚步声 她回头 跟端着热牛奶的周妍 视线撞了个正正 周妍把手里的热牛奶 递给她 怎么还没睡 江宁没接 保持着身份的距离感 口渴了 下来倒杯水喝 然而楼上的周易正 看见了眼前的这一幕 周妍儒雅的收回手 温和的笑笑 是不是跟阿姨吵架了 江宁挑了挑眉 没有 周妍却说 你如果受了什么委屈 可以跟我说 江宁冲着周妍清浅的笑了笑 谢谢大哥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闲 她是个特别拎得亲的人 该划清的界限 她会果断划清 更何况 那次醉酒的算计 她也不是傻子 回到卧室 周易已经重新躺回了沙发里 亮着的手机屏 正对着她的脸 江宁看了她一眼 静止走到床边躺下 或许是累了一天的缘故 这次江宁躺下后 不久便睡着了 江宁和周易 各自开车前往公司 树立得像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停好车进公司 刚走进办公区 就听到几个女职员 在扎堆八卦 昨天周总 又被八卦记者读酒店了呢 还好有江经理 以后也不知道 谁那么倒霉 会嫁给周总 像周总那种的男人 哪怕持春风一度也是好的 几个女职员打去嬉闹 在看到江宁后 瞬间站直身子闭了嘴 江宁温良着眼扫过他们 继续 说完 她直接回了办公室 几个女职员心有余悸地拍胸口 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看到江经理都特别害怕 明明她什么话都没说 人也挺好的 但我就是心虚 江宁回到办公室后 看了一会今年的周氏年会的策划书 便拿起座机 拨通了策划部的电话 赵经理 你现在在办公室吗 我觉得策划书有点问题 需要跟你见面戏聊下 电话那头的男人 文言语气有些为难 我在办公室 只是周总也在 怕是不方便 周氏传媒的周总 只有周易一人 江宁顿了几秒清冷回话 她就吓了 话音刚落 正准备挂电话时 就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周易低沉的声音 让她现在过来吧 我正好也听听 江宁拧眉 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 想假装没听到 直接挂了电话 良好的职业素养 没能让她做出这种叛逆的事 她走到办公室门口时 就看见策划部的经理症 点头哈腰的讨好周易 随后 她便伸手敲了敲门 赵创文声率先回头 江宁扯动嘴角笑了下 周易看到江宁 只扫了一眼 便收回了视线 就把手里的香烟 拧灭在赵创的烟灰缸里 江宁踩着高跟鞋进门 倾起红唇叫了一声周总 周易公司向来分得清 便冲着她摆摆手 说你们的事 不用管我 周易说了 不用管她 江宁就直接把文件 扔在办公桌上 随后 她转头看向赵创 赵经理 赵创正了下 下意识看向周易 周易挑眉 修长的手指 在沙发扶手上敲了敲 看我做什么 江经理叫你呢 赵创干笑两声 硬着头皮上前 江宁背对着周易而站 俯身间 腰间的上衣被戴起来些 露出一截嫩白的细腰 周易狭长的眸子半眯 视线若无其事地扫过 神情淡然 江宁指出 策划书上的几点不足之处 赵创面露难色 这几点修改 恐怕是有点难 江宁却说 难也得改 这次年会非同小可 一点小隐患 都有可能会变成大问题 赵创碍于周易在场 不敢反驳 我们尽量 尽量 江宁先眼皮看她 不是尽量 是必须改 赵创脸上有些挂不住 一脸大笑 其实是关小姐的要求 你也知道 我们这次周氏传媒的大咖 就是关小姐 江宁只起身子 不卑不亢 我刚才指出的几点问题 你必须改 色差有误 会直接影响上镜效果 关磊那边 不行就换人 赵创被江宁的话惊恶在原地 半上没回过神来 那可是周易的绯闻女友 最有可能成为周氏传媒 女主人的女人 江宁就这么轻易地 开谱说要换掉 她这下不敢跟江宁硬刚啊 视线却越过她的肩膀 看向了周易 这不好吧 周易骨节分明的手指 把玩着一个茶杯 嘴角的笑 有股淡淡的邪气 换了官来 你准备让谁顶上 周易跟江宁不合 这是赵创的第一反应 她便小声劝和 江经理 我觉得关小姐挺适合 做这次年会的特邀嘉宾 不论是形象还是气质 不等她把话说完 江宁就先眼皮腻她 不听话 就是不适合 赵创一顿 噎得无话可说 这两尊大佛 她谁都惹不起 就在她以为 气氛会一直僵下去的时候 周易那头轻飘飘的开口 赵创 就按照江经理的话做 赵创点点头 说了一句好 虽然我的公司 就是个小作坊 但我也得努力上进步事 江宁听到周易的话 冲她微微点了下头 周总 如果没别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周易调整了下坐姿 似笑非笑 去吧 江宁离开 赵创抬手抹了把额头的汗 周总 那关小姐那边 周易修长的腿微长 摸过茶几上的烟盒 叼了一根烟在薄唇间 这不是你们策创部的事吗 你问我做什么 赵创一夜 竟无言以对 江宁从策创部回到公关部 刚进自己办公室 就接到了闺蜜屈膝的电话 盈盈 你在哪呢 江宁禁止走到办公以前落座 在公司 怎么了 屈膝哼解 听说你男人又出轨了 我算是发现了 你男人出轨的频率 就跟南方农作物似的 一年三熟 都不带歇气的 江宁打开电脑 扫了眼最近的几条头条 确定没有周氏传媒什么绯闻 就转移话题 你不是出差了吗 回来了 屈膝伸了个懒腰 回来了 累死了 睡一天了 还没倒过时差 江宁要她再睡会儿 屈膝表示不睡了 虽然我的公司 就是个小作坊 但我也得努力上进步试 万一我要是咸鱼翻了身 江宁言语 不要总说咸鱼翻身 咸鱼翻身也是咸鱼 屈膝生气的大叫了一声 江宁话锋一转 忍俊不惊 好了 知道你是个积极努力的富二代 江宁这句话 屈膝比较受用 轻哼了一声 今晚出来 江宁手落在鼠标上点了点 去哪 屈膝应声 DK拜 姐姐花钱请你们 今晚不醉不休 晚上 江宁开车抵达DK 当停好车 正准备解安全带 突然车尾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惯性使然 江宁身子往后冲了半寸 不等她从车上下来 车窗已经被从外敲响 江宁侧头瞧了一眼 关磊大晚上的怒气冲冲的站在车外 江宁心吓了然 推开车门下车 关磊一脸毛怒开口 你凭什么把我换掉 江宁低头看向她 清冷的声音道 关小姐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但是有一点 我需要跟你说清楚 我从来不会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 在演艺圈奋斗了三年 还是胡的十八线都找不到边 我要是你 收拾铺盖卷回家了 江宁低头看向她 清冷的声音道 关小姐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但是有一点 我需要跟你说清楚 我从来不会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 关磊文言气急败坏 那你的意思是 我会把公事私事混为一谈 江宁直话直说 目前看来确实如此 两人对齿僵持不下 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个身影冲了过来 一把将江宁护在身后 带她看清来人 人已经被面前的身影 严丝合缝地遮挡住 江宁低声 长伯 面前的男人应了一声 江宁除了屈膝之外的另一个闺蜜 关磊讥讽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长伯呀 在演艺圈奋斗了三年 还是湖的十八线都找不到边 我要是你 收拾铺盖卷回家了 长伯一副吊锒铛的样 抬手把墨镜往下扒了几分 那也比一线明星官小姐强了 周总都结婚了 还上赶着当小三呢 关磊被气红了脸 你说什么 长伯继续说道 怎么着 你敢做 还不让别人说 关磊警告他 你再敢说一句试试 长伯嘲弄 怎么 还想跟我动手 来啊 你只要敢碰我一下 我就喊非礼 到时候也让大家都瞧瞧 传说中的玉女关磊 到底是玉女呢 还是玉女呢 关磊被他气得脸红 一阵白一阵 最后抬手指向长伯身后的江莹 你给我等着 这件事没完 江莹从他身后走出来看他 确实没完 修理费一万 你回头记得给我转账 关磊脑目跺脚离开 神经病 江莹双手插在风衣兜里 你怎么先到了 屈膝呢 长伯扯开的衣领往里钻风 打了个哆嗦 快到了 那个狗东西 什么时候都是最后一个 江莹抬眼调侃 你个狗东西 倒是来得挺早 他说完 踢不往DK走 常伯骂骂咧咧跟上 你嘴这么窍 周易知道吗 江莹面不改色继续道 为什么要他知道 他配吗 不配的周易 此刻就站在两人身后不远处 嘴里叼着一根明明练练的香烟 身侧站着他的狐狂狗友 有人起哄 阿易 你配吗 我就喜欢他 为我出头这个劲 关磊身边 也就跟着四个保镖而已 周易偏头把嘴角的香烟吐在地上 用脚踩了踩 慵懒低笑接话 老子当然配 顶配 一众人哄笑 对于江莹身边有男人的情况 这群人见怪不怪 江莹跟常伯坐下不久 屈膝就风风火火的推开包厢门走了进来 拿起茶几上的酒杯 咕咚咕咚喝了两口 出门没看皇帝 一路堵车 常伯却说 我们才是出门没看皇帝 刚才在外面碰到了关磊 屈膝眨眼 周易那个青梅竹马 常伯冷笑一声 除了他 还有谁能起这么个破名 屈膝转头看向江莹 他找茬了 江莹不以为然地 拿起面前的酒瓶喝了两口 他不一直都是那样 屈膝的脸瞬间搭拉了下来 拿着手里的酒瓶 转身就往门外走 常伯见状起身拽他 你去干嘛 屈膝晃晃手里的酒瓶 我去削死他 一直都瞧他不顺眼 他这次都找上门了 咱们再不去削他 显得咱多没面子 他气势十足 仿佛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常伯从后扯他衣服 你能不能消停坐下喝点酒 别做行吗 江莹先眼皮看过去 常伯 你放开他 让他去 常伯一愣 啊的叫了一下 江莹轻笑 让屈膝去 我就喜欢他 为我出头这个劲 关磊身边 也就跟着四个保镖而已 屈膝好歹也是学过散打的 就算打不赢对方 打个平手我觉得没问题 常伯满脸不相信 他有这个能力 就他 他那个三脚猫功夫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等他把话说完 屈膝已经从他手下正开 一溜烟坐到了江莹身侧 江莹挑眉 不去了 屈膝神情淡然 下次再去 俗话说得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随后他逆向常伯 别用你的狗眼看不起我 我有你想象不到的强大 常伯笑了笑 确实想象不到 忽然江莹揣在兜里的手机 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见识公司的电话 给两人使了记眼色 往门外走去 走到楼道里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 有人告诉江莹周氏传媒旗下的一个男艺人出了问题 被前女友曝光了聊天记录 疑似男艺人存在扑外行为 江经理 男艺人这边想要发微博发布公告 发律师函 您的意思是 江莹诞生 让他什么都别做 等明天再做处理 扑二 现在社会是个敏感词 无论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扑二对方 只要这个词出现 就会出现一群键盘侠 不问是非一边倒 与其在这种风口 浪尖上去发公告 倒不如先让事情冷却下再处理 对方听到江莹这么说 音声说好 挂断电话 江莹往包厢走 刚走了没几步 就见一个服务生 朝他小跑了过来 江小姐是吗 江莹回应 是我 周易猜得没错 他跟周易从小一起长大 知道周易的性子 牙子必报 服务生急得额头冒汗 名朋友在周总房间打起来了 江莹赶到周易包厢时 屈膝正被长伯 从身后拦腰死死的抱在怀里 老娘变天鹅的时候 你还是个蛋呢 你跟谁俩呢 你有本事 别往周易身后躲啊 不要脸的 大庭广众 就往别人老公身后躲 李易廉耻 你学的是贱 他正骂得起劲 长伯再用手掐了下他的腰 徐熙书弟回头 再看到站在门口的江莹后 顿时跟鸵鸟似的 缩了缩脖子 安静如丝 人群里有人主动开口 音音 你朋友啊 江莹浅笑回应 是的 话音刚落 躲在周易身侧的官蕾 撇了撇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江莹文言视线扫过去 确实 他一语双关 官蕾顿了顿 看着身侧玩味笑意的周易 立刻知道自己 是被摆了一道 书弟红了脸 屈熙不过是江莹的朋友 周易可是江莹名副其实的老公 哪个更亲近 江莹也没多说废话 先是给长伯使了记眼色 让他带屈熙离开 随后走到茶几前 拿起一瓶起开的酒 落落大方暴 今天对不住 我朋友喝多了 打扰了大家的兴致 我带他给大家赔个不是 说完 他就拿起酒一口气喝进 周易先眼皮看过去 奇长微痒的脖子 在灯光下白皙惹眼 江莹喝完酒 冲着包厢里的众人 微微点了点头 就转身静止往外走了出去 他前脚离开 后脚有人用脚踢周易 不追出去看看 周易倾靠在沙发里的身子 直了直 看什么 身侧人倾笑 别后悔 过了没多久 他就接到了江莹的电话 电话里 江莹呼吸很轻 还在包厢 周易看着一群 江莹询问 回家还是 周易低沉着嗓音细血 怎么 要来找我 江莹立刻接话说是 周易闻言愣了下 随即嘴角张开 一抹邪笑 半小时后 水天华府 挂断电话 他阔步往包厢外走 一群人起哄问他去哪 周易抬手扯了扯脖子间的衬衣领口 回家 老婆查岗 话落 坐在沙发上的官雷冷了脸 包厢里的众人见状 没作声 一阵唏嘘 江莹到了水天华府 输入指纹解锁 刚准备按下客厅灯 就被人扣住手腕 抵在了墙壁上 周易将他手臂举过头顶压下 带着坏笑靠近 这么急着找我 怕我找你朋友麻烦 江莹深吸一口气 周易猜得没错 他跟周易从小一起长大 知道周易的性子 牙子必报 他怕周易万一心情不佳 回头拿屈膝撒火 随后他倾起红唇 今天屈膝不是故意的 周易回话的嗓音低沉的嗡了声 江莹被压制得身子不舒服 试图调整站姿 身子往前倾了倾 他都是为了我 今天在酒吧外的时候 关磊开车撞了我 他红唇一张一合 周易视线却下垂落在 他往前倾的细腰上 差半寸 就要贴上他 他毛子一按 没风轻条 垂直身侧的那只手 忽然扣在江莹的腰窝处 猛的用力 江人严丝合缝地贴向自己 江莹呼吸一致 本能地挣扎 饶使他反应再慢 也反应过来 两人现在姿势太过暧昧 他语气不悦地叫了一声周易 周易扣着他细腰的力道 不减反增 喊阿易 江莹敏唇 闻着周易身上的酒味 停止了挣扎 你喝多了 周易没接话 投递了低埋在江莹的脖子里 江莹身子一僵 商业高冷女王承诺 三年后与他离婚 并不要他一份财产 可男人得知后 眉目微调 你以为我是周延呢 跟你搞个暧昧 还是柏拉图式的 江莹身子一僵 就在他准备奋力推开他时 周易揣在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周易抬头 意味深长地低腻了江莹意 压在江莹头顶的手 和还在他腰间的手 同时松开 伸手入兜 抛出手机按下接听 静止往沙发前走去 电话那头的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 周易借着月光鲜眼皮 看江莹 开灯 江莹几倍还靠在墙壁上 脑海里不可控制地 闪过某些暖昧不明的画面 文言提了一口气 转身打开了客厅灯 蹭开的衣领处 薄唇勾笑 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 你想跟我谈生意 怎么谈 江莹看了他一眼 低头掏出手机 给屈熙和长博发信息 你们俩早点回去 周易这边我来处理 长博表示很OK 屈熙便开始认错 盈盈 我错了 江莹葱白式的手指 敲打在屏幕上 狗东西 周易你也敢惹 不怕他整死你 屈熙却表示 我这不是一时冲动吗 事后想想 我还挺害怕的 毕竟众所周知 周易是个疯癖 盈盈 周易不会借着这个油头 逼你跟他这个那个吧 江莹看着他的信息 莫名想笑 手指动动正准备回复 头顶投下来一片暗色 他下意识抬头 周易视线落在他手机屏幕上 轻挑眉峰 这个 那个 随后 他唇角微钩 俯身贴近他的耳朵蛊惑 要试试吗 帮你满意 江莹眼角不自觉地跳了下 不想试 周易侧头看他 没兴趣 江莹诚然 没兴趣 周易一双好看的桃花眼半眯起 不试试 怎么就知道没兴趣呢 江莹素来在周家人面前 淡漠惯了 这会儿被周易这么强势逼问着 忽然就没来由的 产生了逆反心理 转头跟他对视 你技术太差 我记忆犹新 话音刚握 周易眯着的毛子里 某种情绪翻涌 江莹心下一动 忽然有些后悔 怎么就没沉住起 周易直起身子坏笑 故意曲解他话里的意思 事情都过去三个月了 我还以为你早忘了呢 没想到 你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刚才已经失态了一次 江莹绝不会允许自己犯第二次错 深吸了一口气 选择了沉默 周易看他一眼 懒懒散散的开口 给我下碗面条 冰箱有食材 江莹闻言 起身去做卤面 在等锅里水煮飞的空隙 抬头看向沙发上坐着的周易 并叫了他一声 周易先眼皮看过去 想谈屈膝的事 江莹点了点头 是 周易收回视线 嗓音低沉 放心 你好歹是我太太 这点面子 我还是会给你的 听到周易的话 江莹松了一口气 低头开始煮面条 一碗打卤面做好 江莹把面条端上餐桌 周易听到声响起声 走到餐桌前 就一碗 江莹音声 锅里还有 周易没眼低垂 你去盛一碗 陪我一起吃 江莹今晚确实也没吃晚饭 撕存了数秒 没反驳 余下的时间 两人安安静静的吃饭 谁都没作声 饭后 周易拿过餐桌上的纸巾 慢条斯里的擦嘴 身子靠在座椅里踢看他 还喜欢周延 江莹没想到他会提这茬 入口的面条 呛到了嗓子眼 猛的咳嗽了两声 周易见状挑眉 脸上笑容肆意 反应这么大 江莹提气 不喜欢了 周易似笑非笑 明显是不幸的嗷了一声 江莹抬眼 跟周易对视 在周家的这些年 我闷心自问 没招惹过你不痛快 我知道 我们结婚的事 让你心里不舒服 你玩你的 我就当看不见 周易混不吝的 从兜里掏出烟盒 弹出一根烟咬在唇间 你还挺懂我 江莹莫名有些头疼 给我三年时间 我跟周氏的合同期限 还有三年 三年后 我从周氏离职 同时也会跟你离婚 周易没立即回话 咬着烟意味深长地看他 江莹以为周易是担心 到时候财产分割的问题 又补充了一句 你放心 你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要 周易便询问 好处呢 江莹反问他 什么好处 周易似笑非笑 结婚离婚 我可就是二婚了 在这段婚姻里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江莹太阳穴秃秃的跳 你玩你的 我不管 周易轻斥一声 就这 江莹秀眉微拧 那你的意思是 周易双腿自然敞开 身子前倾 冲着他勾了勾手指 江莹不明所以往前靠 周易固然一只手 扣在他后脑勺上 直接将人勾到了自己面前 盈盈 你以为我是周延呢 伪君子 跟你搞的暧昧 还是柏拉图式的 职场高冷女王 自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谁曾想 到底还是被周易发现了 今晚周易三番两次的暧昧举动 让江莹有些吃不消 江莹下意识地挣扎 周易夹着烟的修长那只手 忽然用指尖 在他唇角狠狠揉了一把 江莹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还没来得及开口 周易已经贴近他耳边 落下一句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利用我当幌子 调查周家 江莹闻言 身子僵住 忘了挣扎 周易察觉到江莹的失态 痞笑出声 扣着他后脑勺的手 轻柔地拍了拍 淡定点 你这点胆子可不行 江莹呼吸一致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周易在他耳边吹热气 大概是从你 爬上我的床开始 江莹自认为 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谁曾想 到底还是被周易发现了 周易松开江莹的时候 便用指尖 把自己的衬衣领口勾开挤许 慵懒自已的 不用太紧张 我对调查 周家的是不感兴趣 江莹一颗悬着的心落下 你就不担心 我做出对周家不利的事 周易眼底全是无所谓 你做对周家不利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江莹敏纯 一时间有些看不懂周易 他明明也是周家人 可他在 谈及周家的时候 那份疏离和冷漠 像急了一个局外人 他忽然想到了 两人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的周易 还是个儒雅少年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儒雅少年 突然长歪了 周易见他不作声 起身走到他跟前 趁着江莹失神 俯身将手臂 撑在他椅子靠背上 将他圈进怀里 用极致低沉撩人的声音说 盈盈 我很想念那晚 想念你 我替你守着秘密 你当作报答 陪我一晚 江莹潜吸气 平稳情绪后 仰头看他 你想睡我 周易薄唇挑动 我是想培养夫妻感情 江莹只觉得 他说的太假了 你不用替我保守秘密 尽管去跟爷爷说 你看他信不信你 周易颇为欣赏的 看了他一眼 脑子反应挺快 江莹推开周易起身 屈膝的是 你说你不会追究 当我欠你一份人情 周易靠在餐桌上含笑看他 并不作声 江莹迈步往外面走去 周易 好好做人 从水天华府出来 江莹开车回自己的公寓 他调查周家的事 一直很隐秘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周易怎么会知道 看来 调查的事得放慢脚步了 不然 容易把他自己栽进去 随后他拿起手机 发了条信息出去 最近别再调查周家 四日清晨 他还在睡梦中 放在床头的手机 却响了起来 江莹拧眉伸出手 拿过手机按下接听 声音带着未清醒的慵懒娇妹 我是江莹 美威 助理急匆匆的开口 江经理 公司出事了 昨天那个男艺人 没听你的话 今早发微博声明了 这会儿 微博下面骂声一片 在这行坐久了 江莹真的觉得 有些人胡适活该 他自己想找死 你拦都拦不住 助理跟了江莹差不多两年 知道他的性子 这种时候没说话 就表示生气了 江莹吐了口亲戚的 告诉艺人的助理 看紧他 别再发表任何言论 我现在去公司 很快就抵达公司 经纪人带着自家艺人 满脸愁容找上了门 江经理 这一下该怎么办 江莹先眼皮看向对方 声音平静 祸水冬影 昨晚周总跟一线 当红女星官类 在酒吧私会 商业高冷女王 为了给一个不知名的小恋 牺牲洗白 竟然亲自给自家男人泼脏水 经纪人跟艺人 接震惊则舌 好办上 经纪人率先缓过神来开口 江经理 这个不太好吧 再会多这一条 如果我已经给你们指出来了 走还是不走 你们自己商量 经纪人向他使了一个眼色 艺人瞄懂 神情极不自然地说了一句 谢谢江经理 经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了 周总那边你别担心 江莹说没事 那就肯定没事 你来周市传媒时间短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 两个小时后 周易和关磊的绯闻 占据了各大头条 被推上了热搜 江莹这边 不过只是让人 抛了一个烟雾弹出去 立马就有狗仔放了石锤 当天下午 男艺人金元的事情 有了反转 有路人自曝 跟他前女友 在两人恋爱期间 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 甚至还放了一张 两人热吻的照片 瞬间 金元的微博下同情生一片 我们家小金金好可怜 明明是被劈腿的一方 竟然被硬生生 说成了过错方 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公道了 才刚刚活起来 就被黑 此刻 金元在休息室里 看着自己微博下的评论 就非常激动 这事是江经理当的忙 经纪人点点头 除了江莹 谁还有这个本事 你待会儿 去给江莹打个电话 道德县 要是能搭上江莹这条线 金元文言脸一红 江经理有没有男朋友 经纪人笑道 工作狂 出了名的高龙美人 周易正在会议室开会 自家助理 悄无声息地 递了平板电脑到他跟前 周易扫了一眼 在看到自己 跟关磊的绯闻后 轻挑眉梢 侧头看向身侧的助理 助理俯身 在他耳边小声汇报 这个金元被前女友坑了 江小姐帮他做的洗白 周易玩味一笑 用我的绯闻做的洗白 助理此刻心疼 自家老板一秒 老板娘为了给一个 不知名的小恋 牺牲洗白 竟然亲自给老板泼脏水 周易抬手 用指尖挠了两下眉心 眼底的笑意 差点控制不住笑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策划部经理照窗开口 周总 现在年会特邀嘉宾关小姐 被撤下来了 其他大咖 档位又都是满的 周易靠在椅子上 带着调侃的笑意 请不到人问我做什么 去找江经理啊 站在一旁的助理 在心里吐槽 周总明知是 明摆着公报私仇啊 赵创从会议室出来后 直奔江营的办公室 江营神情很淡 三天后 我给你答案 听到他的话 赵创松了一口气 江经理 要说 我最佩服的人 除了咱们周总 那就是你了 他正喋喋不休的说着 江营先眼皮看了他一眼 出去的时候 记得给我带上门 赵创前脚离开 后脚江营的小助理 就从门外进来了 江经理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呢 找明星的事 本来是他的本职工作 江营没接乔南的话 若有所思 我记得 李老似乎是在安市定居了 是吗 替我定张去安市的机票 乔南反应过来 明时想请李老出山 江营轻点头 目前看来 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乔南小声嘀咕 早知道这么麻烦 还不如不换那个官类 江营淡淡出声 麻烦也得换 有些锐气不能助长 此刻机场内 周易斜斜咬着烟站着 身色的陈助理跟他说话 周总 关小姐那边 刚刚发了条 模棱两可的微博 挺暖昧的 周易偏头一看 就看见官磊发了一句 我爱你 是无法宣之于口的秘密 助理又说道 需要跟关小姐的经纪人 说一声 让关小姐删除微博吗 太太那边如果看到 周易愣了几秒 她看到自家老婆 也出现在机场 而且她边走边 看着平板里面的资料 她薄唇清扯 你觉得她会在乎 助理一本正经的承认 那倒是不会 周易烈笑 不会 助理看着她脸上的笑 有些发猛 下意识的顺口接话 不会 周易漫不经心的低笑 谁管她到底会不会 木头装子 无趣的很 时至今日 助理也没搞明白 周易怎么就跟江莹结婚了 她只记得那个清早 周易给她打电话 让她送一套女装过去 她还以为周易睡了哪个女明星 谁知道开门后 却看到了穿着浴袍脸上 满是隐忍的江莹 周易斜咬着烟 结果衣服拿给她 江莹葱白式的手指 钻井掐入掌心骂她 乔南忽然开口说 江经理 你看 江莹先眼皮看了过去 就看见VIP入口 这里有周易 她漠不关心的开口 李老 现在住在郊区 位置挺偏僻的 酒店怕是不好找 提前预定吧 话音刚落 她就神情淡然的直接走过去 与周易擦身而过 桀骜不驯的公子哥 终于知道 自家老婆喜欢他哥的原因了 上飞机后 江莹和上平板闭言小气 想着下飞机后会是一场应战 众所周知 李老已经许久不出山了 据说上次想请他出山的媒体公司 还被李老在微博上点名骂了 想着想着 他抬手捏眉心 忽然被人拍了拍肩膀 江莹睁眼 陈助理的脸在他面前放大 江莹姐 周总问您要升仓吗 江莹摇摇头 不用 谢谢 陈助理又说 那我帮您拿块毯子吧 我看您要休息 毯子应该能用得上 江莹对他印象不差 知道他做这些都是 受了周一的指使 不想为难他 浅笑接话 好 谢谢 不一会儿 陈助理跟空姐 要了一块毯子递给江莹 坐在他身侧的乔南 挪了挪身子靠过来 拿着手机 指着屏幕上 关磊的微博八卦 江经理 关磊跟咱们周总是真的吧 江莹文言 低头看了眼乔南的手机页面 看着关磊那句 我爱你 是无法宣知语口的秘密 唇角微秘 略有愧疚 从机场出来 江莹带着他打车 乔南小声问 周总他们在那边 我们需要过去打个招呼吗 江莹视线注视着 对面马路的小车 面不改色的睁眼说瞎话 我没看到 走吧 打车去酒店 从机场到酒店 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 乔南忽然询问他 李老那边 我们是明天去拜访吗 据说好几家 详情李老出山的媒体公司 都被拒绝了 我们会不会也 江莹淡然回话 不好说 小乔 待会儿把我的换洗衣服 给我送过来 乔南点点头 好的 江经理 他静止走到沙发前 坐下拿出平板电脑 继续看李老的邮件 试图从李老的生活习惯 寻找突破口 调查到的消息说 李老每周五下午 都有打高尔夫的习惯 恰好明天就是周五 这时 房间门被从外敲响 江莹以为是乔南 就直接开了门 没想到居然是周易 他修长的手指 把玩着手机打转 不请我进去坐坐 江莹扫了眼楼道 没见到陈助理 转身往里走 喝水吗 周易紧随其后 长腿迈开 跟着他进门 不喝 江莹听到他说不喝水 再次走到沙发前坐下 拿起平板看 周易踢看他一眼 走上前坐在他身侧 在看什么 江莹如实回答 李老的档案 周易轻笑 想请李老出山 江莹淡淡的嗡了一声 周易骨节分明的指尖 在江莹肩头点了点 这倒是个好主意 江莹察觉到 肩头不安分的手指 抬眼看周易 你最近很闲 周易用指尖勾了下他衣领 有点 江莹垂眼 没搭理他的小动作 听说周延最近谈成了两个大项目 爷爷很高兴 周易闻言挑眉 你这是担心我失宠 江莹眼底染了抹肌笑 毕竟是夫妻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他说的话 周易自然是不幸 但听到从他嘴里 说出夫妻两个字 感觉还不错 周延那两个项目 是我故意让给他的 江莹先眼皮看向他 你给他使了绊子 周易吃笑一声 心疼了 江莹摇了摇头 没有 周易闻言完事不公地笑 我很好奇 你喜欢周延什么 江莹抬头 那你喜欢观蕾什么 此话一出 两人气氛有数秒的凝固 最后还是周易率先开了口 张扬 我喜欢他张扬的性子 江莹红唇清气 我喜欢周延那脸的性格 还有 周易玩味的调侃 还有什么 江莹抿了抿唇 我念大学那阵子 周家给的钱其实很少 虽然我一直在勤工俭学 但偶尔还是不够 周延知道后 就一直悄悄 给我包里塞钱 周易闻言一顿 声音低沉 你就是从这里喜欢上他的 江莹神情淡然的恩了一声 周易戏血 那如果给你塞钱的人不是他呢 江莹眉头紧皱 除了他 周家不会有人那么做了 周易收回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似笑非笑的说了一句 也是 打球这么久 一点掌镜都没有 两脚并拢 将重心移在左脚上 江莹放下手里的平板询问周易 你来安事有事 周易身子往沙发里靠 来看一个望眠娇 江莹疑惑的开口 李老 周易偏过头看他 是 但我不会帮你 江莹闽纯 关磊的事 我不是公报丝绸 周易抬手 将脖子间的领带松了松 我知道 你不是那种人 江莹正准备到巨蟹 就听到 周易混不力的说 但我是那种人 你要是得罪了我 我一定会公报丝绸 忽然房门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江莹顿了顿 转头看周易 你去卧室 周易揶鱼 我这么见不得光 江莹伸手去推他 我不想跟助理解释你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见他进卧室 将门关上 江莹这才放心的去开房门 乔男提纯问 江莹姐 我们晚上吃什么 江莹开口 正准备回答 就看见周易拿着手机 边接电话边往外走 嗓音辞性好听 又隐隐带着坏笑 楼下等我 江莹紧皱眉头 他就知道不该信他 周易走到他身边时 恰好挂断电话 修长的指尖 亲密又暧昧的 帮他将脸颊的碎发 挽至耳后 李老晚上约我吃饭 次日清早 李老的习惯是 每周五下午打球 但他们要做的准备工作 还很多 必须得提早到 等到下午 瞅准时机 江莹带着乔男 跟李老来了的偶运 李老自顾自的玩了两把 被江莹这边吸引 你这个小姑娘 倒是打得不错 江莹落落大方回应 你的水平在我之上 李老笑了笑 跟我这个老头玩两局 江莹求之不得 面上却不动声色 请您赐教 他谦虚两局下来 跟李老打成了平手 李老对他刮目相看 你等会儿 我这还有候补队员 我那个候补队员可是高手 你待会儿恐怕得哭 江莹温和浅笑 我从七岁之后 就再也没哭过 忽然身后 想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李老 您不厚道啊 有美女居然不提早喊我 李老闻言回头 别瞎说 我是看人家小姑娘打得不错 让人家陪我这个老头子玩两把 周易语调散慢 原来是偶遇啊 随后 他轻挑没捎看江莹 敢动我玩吗 江莹抿着唇角笑 没说敢 也没说不敢 但拿着球杆的手 已经蠢蠢欲动 周易注意到他的小动作 走到他身后低笑道 好好打 赢了我 我就帮你搞定李老 江莹握着球杆的手一顿 真的 周易抬手 将衬衣领扣解开两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哦 有一次 一次 我说要停了 却没停 江莹提一口气 迈步离开 在接下来的切磋中 他们打了十八动 江莹拼尽了全力 最后还是落了下风 周易在他打最后一球的时候 上前从背后一手还住他的腰 打球这么久 一点掌镜都没有 两脚并拢 左脚稍向外撇开 将重心移在左脚上 江莹身子略紧绷 但碍于李老在场 没敢翻脸 最后一球 他打得漂亮 又准又完美 可前面已经跟周易相差太多 周易松开还着他的手 你输了 江莹拧唇 愿赌服输 到底是没能利用上周易这条捷径 他鼻尖浸出一层薄汗 转身往乔南身边走 江经理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乔南正说着 脸上神情忽然一变 江经理 关磊 江莹文言一顿 抬眼看过去 关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两人对视 不知道在说什么 看起来男才女貌 乔南也有点心惊肉跳 担心关磊会拆他们的台 江莹收回视线的时候 调整了下站姿 刻意回避 我瞧着那个江莹 可是块硬骨头 一位比啃得下 李老笑了笑 就跟刚到的关磊说 这个小姑娘打球特别好 也就是比周易这小子 稍稍差些 关磊瞧见江莹心事正了下 随后反应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江经理 为了能把我换下来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 李老见两人认识 差一开口 小关认识这姑娘 关磊哼笑 认识啊 周氏传媒的公关部经理江莹吗 两年名气大得很 李老不知道吗 李老腻了一眼他 语气不见喜怒 你的人 你不认识 周易先眼皮看过去 薄唇情笑 面不改色 不认识 谎言被拆穿了 江莹再伪装下去 就没必要了 便迈不上前做自我介绍 李老 您好 我是周氏传媒的公关部经理江莹 很抱歉 以这种方式跟您认识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邀请您 做周氏传媒年会的特邀嘉宾 李老叮腻了眼 他的手没握 诞生道 年纪大了 受不了这些热闹 你还是去找其他年轻人吧 乔南罩红着一张脸走上来 江经理 这一下要怎么办 江莹 把身在半空中的手收回 跟着吧 乔南面子薄 觉得不好意思 江莹转头看她 你要是不习惯 你就先回酒店 乔南却说 我还是跟您一起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 李老带着周易和关磊去吃晚饭 江莹带着乔南跟着 守在门外 李老转头看向身侧的周易 窗外那姑娘 你真不认识 周易抬眸看向窗外 江莹身材鲜柔 脸冻得泛红 眼底有水汽 处处惹人连 这顿饭足足吃了有两个多小时 江莹和乔南在门外瑟瑟发抖 江经理 他们故意的 明知道我们在外面冻着 吃完饭还吃甜点 江莹眼底有了一些温柔 是我们有求于人 对方摆的姿态高显 是正常的 忽然一个服务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手里端着两碗姜汤 江小姐是吧 有人让我给您二位送点姜汤 江莹清闲回笑 是谁让你送的 服务生伸手指了指靠窗座着的李老 乔南一脸笑嘻嘻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 李老从饭店走了出来 江莹敏唇笑了一下 李老 感谢您刚才的姜汤 李老眉风轻挑 侧头看了一眼周易 含糊地硬下 应该的 我也不能看着 让你们两个小姑娘 动出个好歹 江莹表达了一番感谢后 切入主题 李老 我今天的事 确实做得有些唐突 我跟您道歉 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李老听到她的话笑出声 你这小姑娘有意思 你叫什么来着 江莹 江莹从身上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李老 是的 李老直接接过名片 现在像你这样的小姑娘不多了 大部分都是打不得骂不得 说两句就生气 关磊文言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随后他们直接上了车 李老却靠过来问道 姜汤是你让人送的吧 周易狭长的毛子半咪 没答话 李老便伸手拍了一下她肩膀 我瞧着那个姜莹 可是块硬骨头 你未必啃得下 周易眉头微调 直接丢下一句 早啃过了 李老惊讶之余 又觉得理所当然 啃了也白啃 我瞧着人家可没瞧上你 周易转过头踢看她 老东西 难怪你在演艺圈没朋友 李老瞬间烦躁了起来 狗东西 难怪你望花丛中过 也没一个女人真爱你 周易大吼道 友谊要散了是吧 李老怒气冲冲 散就散 谁愿意跟你这种狗东西当朋友 周易不急不缓地用指尖揉眉心 送关小姐去机场 话音刚落 陈助理用余光扫了眼关磊的脸色 果不其然 关磊脸 战红已经生气 我不回去 周易见他生气了 也不恼 你一天到晚 跟着我一个已婚男人 东奔西跑 算怎么一回事 回头我被爆出来已婚 吃亏的是你 关磊转过头看他 你就不能跟他离婚 周易脸上玩事不恭地笑收了收 不能 高冷女王忽然想到了醉酒那晚 不得不承认 周易的技巧很好 乔南坐在沙发上 用毛毯裹着自己 抖得跟筛子似的 江经理 我觉得我们俩是有八九的感冒 江营站在饮水机前喝热水 打了个喷嚏 乔南忍不住笑出声 江经理 我觉得你现在好接地气 你在公司的时候 给人的印象就像是高领之花 江营想说他有轻微的射口 但还没有说出口 房间门被从外敲响 乔南以为是酒店送来的姜汤 裹着毛毯 踩着拖鞋往门口跑 我来 房门打开 他兴冲冲地开口 谢谢啊 麻烦 在看清门外的人后 他余下的话卡在了嗓子眼 周总 周易一双好看的桃花眼半眯 盈盈呢 乔南慌忙侧身 江经理在里面 周易笑了笑 便阔不进门 江营抬眼看向他 有事 周易迈步走到他跟前 伸手在他额头摸了下 吃晚饭了吗 江营抿唇 没胃口 周易从兜里摸了根烟 血咬在薄唇间 没胃口也吃点 我待会儿让助理给你买点送来 我今晚没住的地方 住你这儿 江营喝水的动作一顿 水呛到了嗓子眼 一个进猛壳 乔南却十分震惊 周总刚刚说什么 说今晚要住江经理这儿 江营瞧他一眼 神情淡然地对周易说 我下去 给你开个房间 周易低头江烟点燃 嗓音低沉雌性 救助你这儿 两人接下来 有约莫长达一分多钟的对视 乔南看着两人之间暧昧流淌 悄无声息地打开房门 溜回了隔壁 江营看到助理走了 才冷声问 你到底想做什么 周易没接江营的话 眉眼间有些烦躁 将身上的西服外套脱下来 随手扔在了沙发扶手上 自意懒散地靠坐在沙发上 江营看着他慵懒的样子 抿了下唇脚 走到他跟前 周易 我们谈谈 周易直接伸手扣住他的腰直 接江营抱进了怀里 江营没提防住 周易会突然抱他 身子前倾 跪坐在了他腿上 两人对视 周易阴逸的脸上 终于染了一抹笑 随后沉声说了一句谈 江营微微拟眉 你是不是防着 我对周家做什么 周易只肩揉了下 江营细腰上的软肉 怎么这么说 江营十分不悦地开口 自从你上次说 我在调查周家后 就一直频繁出现在我面前 周易抬眸 你是怀疑我频繁地 出现在你面前 是盯着你 担心你对周家做什么 江营反问他 难道不是吗 周易轻斥 我早跟你说过了 你想对周家做什么 跟我无关 江营越来越看不懂他 那你最近是 周易笑容肆意 双手掐着江营的腰窝 缓缓往下按 宝贝 我是想睡你啊 江营抿唇 眯眼看向他 你刚才说什么 周易眉梢轻条 带着惯有的自义慵懒 我想睡你 江营抵着周易的指尖紧绷 你疯了 周易低笑 你想不想一起疯 周易的眸子里 带着蛊惑 让江营忽然想到了那碗 不得不承认 周易的技巧很好 他的第一次 没有丝毫不是 相反 很享受 周易见他没作声也没反驳 落在他腰间的手 探开他一脚没入 江营身子一僵 周易先眼皮看他 别忍着啊 江营落在他肩膀的手 从抵着变成了扣颈 我不想我们俩关系变得复杂 周易粗的手指 从他洗腰划过他后背 我没有症 不复杂 周易撩然的手腕很高 不过几秒 江营就有些气息不稳 眼看就要擦枪走火 房间门从外被敲响 两人巨石一僵 江营眼底那点被勾出来的欲念 顺时散了个干净 他整理了下衣服 转身往门口走去 门外站着的是陈助理和乔南 江经理 酒店前台送来的江汤 江营伸手接过 身子侧了下 让两人进门 陈助理将饭菜摆放好 转过头去看周易 饭菜好了 周易抬眸 嗓音里有不易察觉的冷意 你很饿 陈助理跟了周易多年 即便他没表现得太明显 他也能察觉到了自家老板的不高兴 乔南随手打开一份粥准备吃 周易就从沙发上起身 拿过他的粥推到了江营面前 你吃别的 乔南面对自家老板 不敢说反驳的话 伸手又拿了份粥打开 这时 江营感冒后进饭了 一顿饭没吃完 咳嗽了好几回 周易皱眉看他 有药吗 江营嗓子难受得厉害 我待会儿去买 周易沉生 待会儿让陈喆去给你买 江营眉头微调 你今晚再去开间房 我怕感冒传染给你 周易却说不用 我身体很好 两人对话的语气很平和 但听在陈助理和乔南耳朵里 却变了胃 我不在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自家老板居然已经登堂入室了 难怪江经理登关累关系那么差 原来两人是情敌啊 随后 他们俩就找买药的借口离开了 周易低沉着嗓音开口 去泡的澡 江营奔了一声 没说多余的话 转身往浴室走 他泡了会早 伸出手拿过手机 趴在浴缸岩上看 点进去最新的微薄头条 置顶一条 官雷稳坐周氏传媒少奶奶位置 以往看到这种不实信息 江营扫一眼就掠过了 这次却点开周易的照片放大 忽然浴室门就被从外推开 周易阔不进门 直抵浴缸前 大活人就在你面前 看什么照片 江营手撑在周易肩膀上 指尖拳了拳 周易眸色发暗发沉 这个时候想出拒绝的话 是不是有点晚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治疗不 合适吗 江营抿唇 向来淡如水的眸子里 某些不知名的情绪晃动 没等他做出回答 周易另一只手 捏住江营的后颈 或使他抬头 热烈地稳落下 他见江营媚眼如丝动了情 起身江营直接从浴缸里抱了出来 江营双手搂紧他的脖子 别弄失床单 晚上没法睡 周易轻挑眉梢 你确定 江营闭波流转的毛子踢踏 确定 周易低笑了一声 伸手扯过一旁的浴巾 扑在了洗脸的组合柜上 随后 将江营抱了上去 拉着他的手 往他皮带游走 接下来的是顺理成章 事后 周易用毛巾将人裹着抱回卧室 江营有点累 直接说自己想喝水 周易听到他的诉求 就直接去客厅弄水 忽然房门从外敲响 周易端着水立马去开门 要买回来了 陈助理看着他满面春风 舌头有些打结 买回来了 周总 明天需要帮你买个窗 可贴着脖子吗 周易反手摸了一把 眉峰轻挑的说了句 不用 江营从浴室出来 正在擦拭头发 房门被从外敲响 门一开 乔南一脸欣喜 江经理 李老同意了 江营擦拭头发的手一顿 什么时候同意的 乔南十分欣喜 就在刚才 陈助理给我打的电话 随后他们打车到机场 坐上了返程的飞机 乔南暗戳戳的看江营的脖子 到底得多激烈 才能弄成这样 江经理换衣服的时候 背上全是咬痕 他就忍不住询问 江经理 你跟周总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吗 江营神情烧盾 不是男女朋友 乔南雅言 那是周总前规则你 江营眯了眯眼 不是 是我缠他身子 乔南愕然在原地 周总身材是挺好的 江营前脚迈不进办公室 后脚就有三个经纪人 跟了进来 江营走到饮水机前 接了杯水 但人转头看向他们 出什么事了 有一位经纪人率先开口 江经理 前段时间 我们公司的三个艺人 签了真人秀相亲节目 我们近期接到通知 他们为了增加节目的收视率 还会邀请两个素人参加 江营拿着水杯 走到办公以前坐下 素人 经纪人说了一句对 如果都是圈子里的人还好说 大家都知道 只是作秀 可是如果有素人 万一出点意外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想办法 随后他抬头问乔南 公司有没有什么心道的练习声 那种在大众面前 一面都没路过的 乔南在脑海里搜索了一遍 应该有 江营便命令 他去选两个新人练习声 一男一女 这时 他的手机震动了两下 江营垂眼扫过手机 屏幕上跳出一条周易的微信 晚上一起吃饭 他却指负划过屏幕 按下删除 乔南耳聪目明 便看到他把周总的消息删了 江经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出去了 江营诞生回忆 乔南出去不久 他就在手机上 看到了有关周易和关磊的绯闻 周市传媒总裁周易热恋期 脖子上脑痕净显暧昧 还放了一张周易 抵达白城机场的照片 脖子跟上的脑痕明显 纤细纤红的树道 江营脸一红 想到了前一晚 忽然周易第二条微信 紧接着发了过来 李老到白城了 说想请你吃饭 你去不去 你不去 我就回了他 江营立刻回复了一句句 晚上江营开车前往周易指定的酒店 大堂经理直接引着他往包厢走 他一进包厢 就看见他们两人有说有笑 李老看见 他便直接打招呼 小江啊 我们又见面了 听周易说 你乒乓球也打得不错 回头找个时间跟我切磋下 江营玩耳 话说的滴水不漏 周总排挤 我只是略懂皮毛而已 周易在一旁也于开口 所以 你可悠着点 到时候别被他打哭 随后他抬眸笑着看江营 站着做什么 江营提不上前 观察了下两人坐的位置 最后才入座 李老把菜单转到他面前 小江喜欢吃什么菜 自己点 江营没接菜单 练笑回应 我不挑食 随李老周易伸手拿起菜单 随意点了几道菜 最后叮嘱 别放香菜 待服务生离开 李老侧头调侃 一段时间没见 越活越精致了 香菜都不吃了 江营心下去是一紧 他香菜过敏 吃了会起蚀麻疹 菜上来的时候 果然是一点香菜都没有 江营拿起面前的筷子 开始夹菜 散着的长发落下来一缕 周易便伸出一只手 自然地帮他竖起长发 江营一愣 抬头看他 周易提看他 似笑非笑 吃饭 看我做什么 看我能吃饱 两人之间的互动 被李老看在眼里 他倾咳两声 带着打趣道 周易 没看出来 你的下属不错呀 周易笑道 越漂亮的 我态度越好 三人吃饭的气氛还算和谐 周易跟李老时不时聊两句 陷在圈子里的艺人 周易瞧不上 李老也是一脸失望 饭局进行到一半 江营起身给李老敬酒 李老 这次的是真心感谢您 如果不是您 我现在估计只能饮就辞职了 李老 让他放心 即便我不来 周易这小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江营微笑 假装听不懂李老的话外音 抬手将杯中酒一口气喝尽 李老健壮 轻挑眉风 小江酒量不错 江营却说三杯倒 李老不信 转头去看周易 周易笑了笑 别看我 他酒量如何我不清楚 我唯一见过他一次喝酒 喝完之后 他没把话说完 笑得意味深长 江营文言 一补的热浪从体内往上涌 直扑面门 饭局快结束 他正准备起身去结账 包厢门从外被推开 关磊带着自家经纪人在探头 看到周易 关磊翘着唇娇称 阿易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他们看错了吗 周易倒是看了眼关磊的经纪人 你们在聚餐 经纪人顿了下 是的 周总 关磊有场戏正在拍摄 正好在附近 今晚是剧组的人在聚餐 周易嗓音清冷 不带丝毫感情 别让人家等太久 关磊也没想到 周易会这么直接的赶自己 脸色难堪 阿易 剧组有好几个周氏公司的艺人呢 你不过去看看 周易声音波澜不惊 回头把你那个微薄扇一扇 为你好 他这句为你好 让关磊瞬间红了眼眶 场面一时间陷入尴尬 江营坐在距离周易咫尺的位置 如坐针毡 随后经纪人就把关磊拉走了 他们离开后 最先松一口气的人是江营 站起身找了个理由 去了前台结账 他卖不出包厢 李老笑着看向周易 老实说 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人是关磊 周易轻挑眉梢 老东西 你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还研究年轻人的情情爱爱呢 李老青笑着摇头 小江知道 你喜欢他吗 周易先眼皮 沉声道 谁说我喜欢他 关磊从包厢出来的时候 迎面就碰上了刚结完站回来的江营 四目相对 江营淡淡扯了下嘴角 算是打过招 关磊没给江营好脸色 斜看了他一眼往包厢走 经纪人站在一旁 脸上陪笑 江经理 不好意思啊 关磊就是那个脾气 现在生气着呢 不是针对你 江营轻恩一声 就迈不回包厢 周易转过头 冲着李老笑笑 送你回酒店 李老活动了两下筋骨 不回去 我约了老友 周易闻言戏血的责了一声 你还有老友呢 李老瞪他 你说什么屁话 我怎么就不能有老友 周易低头轻笑 你这暴脾气 难怪一把年纪了 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 我这叫洁身自好 不像某些人 李老说完 不忘拉帮结派的转头问江营 如果换作是你 你是愿意嫁给洁身自好的男人 还是愿意嫁给周易 这样的浪荡子 江营亲浅的笑笑 当然得李老这样的 没有女人愿意 嫁给花花公子 周易闻言 轻挑了下眉梢看她 就把烟咬在嘴角 合伙欺负我是吧 李老笑得跟只老狐狸似的 什么叫合伙欺负你 我跟小江这才是第二次见面 我们就是闲聊 小江这姑娘不错 回到我帮她介绍的男朋友 反正我刚才已经问过你 你说你不喜欢她 话音刚落 周易下意识去看她 江营嘴角挂着盈盈笑意 似乎根本没把李老的话 放在心上 周易咬紧烟蒂 老东西 商业女王被周易 这样的花花公子盯上 就像猎人看上了猎物一样 从酒店出来 周易派了辆车 送李老去拜访老友 然后转头看向江营 去你那儿 还是去我那儿 江营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她是什么意思 我明天有早会 周易似笑非笑 那就去你那儿 给你节约点时间 江营红唇挑动 我今天没兴趣 周易走上前 头低了低 靠近她耳朵 那你别动 我来 江营一时语色 被周易这样的人盯上 就跟被猎人看上了猎物 直到坐上周易的车 坐在前面的陈柱里 时不时从后视镜里 看两人一眼 脑袋里满是大大的问号 两人到底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藏得太深了吧 车抵达小区 陈柱里问周易鸣 早几点来接她 周易直接回答十一点 那场例会推迟 你去把太太 停在酒店的车开回来 陈柱里愣住了 对于太太这个称呼 不太适应 就连江营自己也没适应 两人一前一后进门 江营刚准备说 她这里没男士拖鞋 就被周易从身后抱住了 江营身子忍不住打站 周易却在她耳边低笑 今天如果不是李老 连饭都不准备跟我吃事吧 话音刚落 薄唇就从她耳垂 落到后脖梗 随后一口咬了下去 她咬得猝不及防 江营没忍住 一阵闷哼声 从红唇间一出 江营脸颊滚烫 我想洗澡 周易散漫不羁的轻笑 好啊 一起洗 江营咬下唇 我自己洗 周易直接将她抱起 自己洗有什么意思 江营挺后悔 自己提洗澡的 尤其是被抵在浴室墙壁上 双腿发软 站也站不住的时候 事后 周易把她抱到床上 江营忽然开口询问 你跟关雷吵架了 周易轻她的动作一顿 这种时候 替别的女人合适 江营挑眉 合适 反正我们俩也不过是个取所需 周易还在江营腰的手收紧 刚才不是跟我说累了 我觉得 你还是不累 第二天清早 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江营听着熟悉的铃声 伸出白皙的手臂 拿过手机按下接听 电话那头的人 顿了几秒没作声 忽然耳侧 传来了周易低沉细笑的声音 盈盈 你拿的是我的手机 江营拿过手机 看了眼手机屏 上面赫然显示着赵创的来电提醒 这简直是大型射死现场 她立刻就躲进了浴室 周易低笑出声 拿起手机跟赵创说话 赵创倾壳 周总 我是不是电话打得不是时候 周易冲着浴室门沉声道 盈盈 抱到杯水 江营原本正在浴室洗漱 听到周易的话 表情一僵 江营迈步走了出来 周易嘴角擒着一抹坏笑看她 赵创说 新做了份策划书 待会儿去公司后你看看 切断电话 江营提纯 你故意的 让公司的人知道 我跟你有这种暧昧关系 对你有什么好处 周易玩味的笑 可以让他们离你远点 江营眼底闪过一抹不悦 那你呢 周易轻挑眉梢 我什么 江营冷眼看她 不准其他男人靠近我 那你呢 一天到晚 花边新闻不断 就拿这个月来说 我帮你处理了多少绯闻 周易一双好看的桃花眼 咪了咪 你想让我跟那些女人 都断了关系 江营语气十分冷淡 周易 我不是你 我不会干涉另一方的私事 闻言 周易沉默不已 玩世公子哥高大的身影 拢住她的身子 似笑非笑 还喜欢周延吗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转眼就到了周氏 传媒举办年会的日子 周易是最后一个到的 身旁站着的 是退出演艺圈许久的李老 一众艺人看到李老 纷纷惊恶 李老 压咒我 真有面 有人调侃 还是你的面子大 上次我公司举办宴会 李老这些年 可是谁的邀请都不来 周易笑容肆意 这你可高看我了 李老这次能来参加 周氏传媒的年会 可不是看我的面子 她含笑的眸子 在大厅扫了一圈 在角落处发现了江营 站在她对面的男人 见她往江营那边瞧 顺着她的视线看了一眼 美女啊 周氏传媒的人 周易收回视线逆向对方 眸色冷淡的嗡了声 今天是周氏传媒的主场 除了要跟圈子里的 各界大佬虚伪周旋 还要接受旗下一人的敬酒 几圈下来 周易有些不耐烦 轻扯着脖子间的衬衣领口 往二楼休息室走 她刚走到楼梯口 就见角落处 一个年轻男孩 在跟江营说话 男孩神情腼腆 江经理 上次真的谢谢你 江营谴笑 没什么 举手之劳而已 她这样说 但京元还是感激 江经理 我可以私下约你吃饭吗 就是想表达下感谢 周易身子前倾 下次再找危机公关 别再让派派去 你下去看看 太太跟那个男孩 说完话没有 就说我有事找她 陈助理有些犹豫 万一太太不愿意上来呢 周易沉生 陈哲 周延前两天跟老爷子说 想让你过去帮她 我觉得 陈助理几倍挺直 我觉得太太肯定愿意上来 问题不大 陈助理运气好 抵达楼下的时候 京元已经离开 周总说想见您 谈公事 江营点了点头 他们走到休息室门口 就听到周易正在跟人打电话 大哥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 你有办法让盈盈死心塌地跟我 你结婚 让江营死心 他的话让江营身子一僵 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什么 他距离太远听不清 周易抬眼看他 笑得有些坏 把手机通话按下了免提 电话里的周延 呼吸有些不稳 阿易 你应该知道 盈盈喜欢我 周易善笑 然后呢 周延深急一口气 如果你答应这次 帮我在爷爷面前说话 我会尽快结婚 让盈盈给我死心 周易严育接话 既然大哥正想结婚 那我肯定会成全大哥 周延在电话那头松了口气 周易轻蔑地笑笑 直接按了挂断 江营将唇抿成一条直线 一种屈辱感蔓延而生 垂直身侧的手收紧 指甲掐入掌心 周易起身 几步走到他面前 高大的身影拢住他的身子 似笑非笑 还喜欢周延吗 只要商业女王想风 霸总定然奋陪到底 江营深吸气 台谋跟周易对上 你叫我来 就为了让我听这个 周易伸手落在他的膝腰上 低沉着嗓音回应 江营 我是在帮你 周延那样的男人 不值得你托付终身 没嫁给他 你应该感到庆幸 他见江营不说话 偏过头看他 还惦记周延 江营侧头跟他对视 周易 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 周易看着他温怒的脸 下颌紧绷 便见他红唇吸动 你喜欢我 周易没有回答 江营嘴角掀起抹嘲弄的笑 周延那样的男人 不值得托付终身 你值得吗 周易舌尖抵了抵后牙槽 江营 今晚年会 你最好别气我 江营却说 气你又如何 想揍我 周易落在他腰间的那只手收紧 我不揍你 你是我老婆 我揍你做什么 他低头用削薄的唇 轻轻浅浅地蹭在他红唇上 我会用别的方法教训你 他轻身压下的时候 江营一口咬在了他唇脚上 用力撕扯 周易头斜了斜 尝到了自己的血腥味 他抬手妈撒自己薄唇上的血 似笑非笑地低腻着他 咬我 江营心里莫名贩毒 想一起发疯吗 周易瞧出他的想法 因为心里难受 所以把我当宣泄 江营大方承认 是 你让不让 周易往后推半步 如果我说不让呢 江营垂眼抚平自己身上被压得有些褶皱的衣服 如果不让 那你以后就别再找我 这时 周易用一只手撑在他头顶 让 江经理想疯 我肯定陪着 总不能让你出去 给我戴一帽子 江营从始至终都没回头 被周易抵在门板上 险些虚脱 事后 周易把他抱起 往沙发前走 江营下河压着他的肩膀 周易嗓音低沉带笑 累着了 江营侧头 看着他滚动的喉结说 你确实性感 周易抬手去摸他身后的长发 喜欢 以后都让你摸 江营皱了皱眉 你跟周延的事 别把我脚合进去 周易身子往后靠 跟他拉开一段距离 心里难受吗 江营实话实说 有一点 周易脾笑 我早跟你说过 跟了我 比跟周延强 陈助理敲了敲房门 周总 轮到您上台讲话了 周易点点头 让太太再休息会儿 别让其他人来打扰他 话音刚落 他前脚刚迈步 后脚江营紧 跟着起身 听到高跟鞋的脚步声 周易回头 休息好了 江营神情已经恢复如常 我也下去 下楼的时候 他故意快走了几步 跟周易拉开距离 悄然无息地 把自己隐秘在了人群里 周易走在后双手插都看他 天过头问陈助理 你说他在想什么 陈助理心里苦 但陈助理不说 听不到陈助理回答 周易便迈步下楼 忽然聚光灯 猝不及防地 落在了他身上 周易往灯光师那边看了一眼 薄唇勾笑 往台上走去 刚才谁起哄 让灯光师照到我身上的 偷个懒都不行 台下距离 江营直尺的几个女明星 窃窃私语 周总是真帅啊 听说 最近周总又换女人了 前两天 他脖子上的脑痕 就是那个女人弄上去的 那个脑痕 不是关脸弄上去的吗 他正听得出神 大厅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隐约的笑声此起彼伏 周总 您一向万花丛中过 遍夜不沾身 您这样的男人 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周易嘴角情笑 眉眼间带着恰到好处的坏镜 看着一本正经的 他跟周易 本来就是个取所需 可是在别人眼里 却是他喜欢她 江营瞧见李老的身影 便快速地跟了上去 李老 您现在要走吗 我开车送你 李老吃笑一声 你敢酒驾 江营文言 耳朵烧红 我让公司的车送您 他冲着李老微微鞠躬 这次年会的是谢谢您 李老凑近小声开口 你要真谢谢我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你跟周易那个魂小子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听了周易那小子不少绯闻 唯独没有你跟他的 我实在是纳闷 你说 你们俩都这么暧昧了 那些狗仔 怎么就没发现呢 江营抿了抿 唇角开口 大概是因为 我不是明星 也不经常出现在荧幕前 所以余记没有注意到我 李老笑着摇头 不对 其他那些跟周易传绯闻的女明星 哪个是因为他们自己 被余记关注到的 周易啊 喜欢你 江营将唇抿成一条直线 站在夜幕里 正无法确定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抽烟的哭声 是关磊喝了酒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江营冷笑一声 掏出手机给乔南打通了电话 让乔南开车送他回家 乔南瞧了眼周易和关磊 就抿着唇脚往停车场跑 江营在酒店一出停车场的地方 等着乔南 乔南侧头看他 我刚才在酒店门口 看到了周总和关磊 你心里就不难过 江营唇叫勾笑 我为什么难过 我跟周易 本来就是个取所需 回到家 他正站在玄关处换鞋 揣在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两下 发现是周延发来的一条微信 盈盈 你还好吗 江营没回复 便把消息划掉了 忽然就看到 周易和关磊的绯闻 已经开始发酵 两人在酒店门口相拥的照片 占据了各大娱乐头条 他还想到两人的感情 是受到了周家老爷子阻挠 他大约看了一分多钟 随后合上手机回了卧室睡觉 第二天清早 江营睡得正好 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 江经理 前阵子订好的那个恋爱综艺 突然通知要提前开播 江营文言坐起身 我不是让你去找两个练习生吗 没找到 乔南找是找到了 但是那个女孩 最近刚做了医美 本来想着 是做个微准半个月后美美的上镜 谁想到 江营猝眉 你能上吗 乔南接吧 您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不行的 江营十分头疼 撕烂了片刻后才开口 把节目组的拍摄地址发给我 乔南吃惊 您要亲自去 江营恩了一声 我去 到时候 我中途随便找个理由退出就可以了 他抵达节目组的时候 导演十分诧异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来送你们家艺人 江营戴着笑脸道 不是 我是这次节目的其中一位素人 导演挑了挑眉 你是这次节目中的素人 江营点点头 忽然一个助理小跑着过来 凑到导演耳边说了什么 导演顿时脸色铁青 江经理 你们周氏传媒 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一个小综艺而已 你来就算了 怎么你们周总也要来 江营愣了一下 随后转眸 恰好就看见 周易正在跟他们打招呼 观众们嗑到了 这就是老夫老妻的视线感 导演神情颇为惆怅 周总就是另一个素人 你跟我说句实话 我们这次这几个女艺人里面 是不是有你们周总看上的人 江营淡然地看她 刘导 据我所知 应该是没有 此刻综艺录制现场 六人是提前到的 对没出现的两人很是好奇 忽然江营便出现在此处 节目为了赚足噱头 采用的是实时直播 周是传媒的公关部经理 这个素人 未免也太高端 大气上档次了 感觉都要压抑人们一头了 不过这个江营长得好漂亮 传媒公司的人 都这么高颜值吗 金元立刻站了起来 江营姐 坐这边 江经理 你知道另一个素人是谁吗 他们正交谈着 忽然周易出现 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皱眉 他们看到周易时 都惊呆了 周易眉眼间 擒着风柔的笑 大家好 洛涵随即红了脸 周总 你不会是第二个素人吧 你也来参加相亲节目 周易低笑着沉声接话 怎么 我难道不配谈恋案 随后 他阔步走到江营对面的沙发前坐下 修长的腿微长 恰好抵在了他的腿上 他神情无恙的用腿蹭他 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江营把腿稍稍侧了下 浅笑道 我们在这儿住半个月 首先需要做的是不是分工 比如饭谁做 碗谁洗 卫生归谁管 说完 距离他最近的两个人 一口同声的开口 我不会做饭 我来洗碗 江营提纯 洛涵洗碗吧 金贝 你跟我一起做饭 帮我打个下手 金贝闷声回应 不过江营姐 我对做饭一窍不通 你别嫌弃我 江营凑到他耳边说 没关系 我也不会 金贝抿着嘴笑 笑得古灵精怪 江营正在安排分工 周易嗓音低沉的开口 那我呢 我做什么 要不我陪你们做饭 金贝脸蹭得一红 也行 反正我 我也不太会 多一个人给江营姐 打下手也好 坐在一旁的洛涵 不越插话 我也要做饭 我忽然想起来 会好几道拿手菜 江营笑了一下 那好 你们三个人做饭 我洗碗 话音落下 坐在一旁的周易 轻挑眉烧 洛涵边切菜 边嫌弃的看金贝 你如果实在不会 就去外面待着 本来厨房就不大 金贝自觉不会做饭理亏 你如果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尽管说 顿时火焰从锅里冒了起来 锅里的油 也跟着噼里啪啦作响 洛涵被吓得 往周易怀里钻 周易往后退了退 别抱我 洛涵闻言一愣 抬头看他 周易好看得薄唇勾起 我怕传绯闻 洛涵脸一红 顾不得身后的一片狼藉 跟个怀春的少女似的 江营听到炸裂声 立马跑了进来 随后用锅盖盖住了火焰 一系列动作做完 正准备自己做菜 他忽然加起菜 正准备试一下时 周易却张嘴一口吃掉了 咸但正好 可以出锅了 完事公子哥发现 自家老婆对他的疏离感 少了很多 在他面前 赶牙尖嘴利了 吃中午饭的时候 几个人轮番夸 江营做的饭菜好吃 就连话最少的少下 都难得开了口 江营 我可以跟你学做饭吗 江营笑容真诚 可以 做晚饭的时候我喊你 少下嘻嘻一笑 谢谢 江营忽然叫他喝点汤 以为不是很好 少下一愣 你怎么知道 江营笑了笑 见过你经纪人 在你拍摄期间 给你买味药 少下敏唇 十分感动 周易听到他和少下的对话 便抬眸看他 江营笑着收回视线的时候 恰好跟他撞上 冷漠的仿佛 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周易看到 他这副表情尊实扎心 江营刚回卧室躺下 正趴着看手机 就被门外的一阵敲门声打断 他便起身去开门 房门打开后 才发现是周易 周易薄唇情笑 有多余的牙刷吗 我没带 江营直接说没有 周易趁衣袖口微晚 嗓音低沉带笑 我去你洗手间看看 我觉得你在说谎 不等江营回话 便直接阔布进了他的洗手间 随后他叫了一声江营 他提不到洗手间门口 有事 周易站在洗手间里 镜头拍不到他 江营站在门外往里看 我说了 我没有多余的牙刷 周易坏笑 你进来找找 江营却一点无语 场外 一个工作人员看 坐在身侧的刘岛 还继续拨吗 刘岛犹约了片刻 转镜头到别的一人的房间 江营刚一进门 就被周易扣住手腕 拉进怀里抱了个满怀 他一只手去捏他下颌 最近有没有想我 江营红唇轻起 你病得不轻 周易却说相思病 江营冷哼一声 那你恐怕活不过今年冬天 女人太多 个个都相思 容易缠绵病榻 周易轻斥 我发现 你对我的疏离感少了很多 在我面前 赶牙尖嘴利了 江营还没回过神来 周易的闻已经落下 带动着他的手 去摸他的腹肌 最近锻炼的 怎么样 江营诞生接话 还行 周易低笑 没事 这个地方行不行无所谓 别的地方保证行 两个小时后 周易抱起江营 往洗手间门外走 江营挣扎下地 你先出去 周易就迈步从洗手间里出来 江营拧开水龙头 接了棚水洗脸 看着镜子里 一脸媚态的自己 长嘘了一口气 以前他总以为自己轻心寡欲 致令色沉 江营没说弯弯绕绕的虚话 直接切入主题 刘导 刚才我跟周总进洗手间后 你们对外直播了多久 刘导笑呵呵 直接切换场景了 这时 他的手机发来一个新消息 他打开微信看了一眼 周易和关磊的绯闻 果然已经成了热门 他盯着手机看了几秒 转手给周易发了条信息 你跟关小姐的绯闻 需要公关部这边处理一下吗 消息发出 时辰大碍 他抿了抿唇角 将手机揣入兜里 往别墅走 他进客厅 几个艺人正跟周易 坐在沙发上聊天 气氛很和谐 江营浅笑 在聊什么 金贝如实说 周总在问我们 以前有没有喜欢 或者暗恋的人 江营姐 咦 以前有过喜欢的人吗 江营红唇样笑 没有 周易闻言先眼皮看他 没作声 眼里全是细血的笑意 江营自然地走到冰箱前 拿出一些水果 清洗后开始做骨盘 周易不然从外走了进来 衬衣领口敞着 江营 我想吃橙子 江营神情淡然地 测开身子 吃吧 顺便帮忙 把果盘端出去 周易站在果盘前不动 轻挑眉梢看他 少下看着两人之间 悄无声息地暗流涌动 整个人都有些紧张 气氛僵了片刻 周易端起果盘 转身走了出去 少下暗暗嘘了一口气 江营 你是跟周总吵架吗 江营笑容真诚 哪里敢 一是父母呢 少下真诚地道歉 我的经纪人说 你在节目中说的那些话 都是在帮我 江营要笑 你是个好苗子 转告你的经纪人 让他好好待你 从厨房出来 他跟少下走到沙发前坐下 晶元用牙签 扎着一个火龙果 递到他面前 今天晚饭 你准备做什么 我帮你打下手吧 其实我会做不少菜 江营弯着唇脚笑 你不是分工打扫 二三层的卫生吗 晶元抬手抓了抓头发 没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周易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他踢看了一眼手机屏 在看到关雷两个字的时候 指尖轻触手机屏半了挂断 陆行忽然开口 周总是不是平时工作很忙 周易薄唇勾笑 还行 紧接着 洛涵揣在兜里的手机 忽然铃声响了起来 他声音故意提高了几个度 雷雷 想我来啊 关雷语气有些不好 周易是不是在你旁边呢 洛涵侧头看一眼周易 在呢 关雷要他把手机给他 洛涵转身把手机递到周易面前 雷雷电话 周易语气平稳 工作的是 让他直接找自己的经纪人 洛涵眨眼 万一累累找你有别的事情啊 周易似笑非笑 洛小姐 你这是 在给我创造绯闻 周易抬眸去看江莹 对方跟没事人一样 正在看手机 本就娇艳欲滴的红唇上 沾了火龙果的枝叶 看起来勾人的紧 他喉解滚动 起身往前走 在途径江莹的时候 只副在他唇角狠利地蹭了下 蹭掉了他唇上的枝叶 周易眉眼间带着坏笑 江莹知道 我是单身 他没再多说其他 扩不上了二楼 留下江莹 给他收拾烂摊子 金贝小声问 周易真的是单身啊 江莹用葱白式的指尖 压了压自己的眉心 应该 是吧 金贝有些欣喜 那他跟关磊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惯 江莹尴尴尬一笑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 我去换身衣服 待会儿去买菜 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响亮的声音 过来 江莹扮眯着眼回看他 没回话 周易嗓音滴滴沉沉 你不上来 我下去 江莹神情淡然 不怕监控爆出去 周易承认 我让刘岛关了监控 两人一上一下 僵射数秒 江莹为了不让其他人起疑 迈步往楼上走 眼看两人要擦身而过 周易一把扣住他手腕 江莹抵在了墙壁上 江莹抬眸看他 你不怕飞闻了 周易头低了低 在江莹耳边轻笑 那个金元喜欢你 江莹头偏了偏 避开他在耳边的热气扑洒 跟你有关系 周易视线恰好落在 他让出来的一截白皙脖子上 张口咬下 周太太 想给我戴绿帽子 江莹柔软的腰肢 疼得下意识微微拱起几分 周易 你属狗的 周易低笑一声 如果我是狗 那被狗压的你是什么 江莹红唇挑动 流氓 你到底想做什么 周易沉声开口 待会儿我跟你一起去买菜 江莹提唇 你有病 周易玩味的调侃 你有药 江莹不想理 他咬出了一圈红意 周易揣在兜里的手机 震动了两下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 看向屏幕 微信界跳出一条信息 狗东西 你不是几年前 就说放弃江莹了吗 江莹再次出现在客厅 而他却换了一件高领衣 有人像小迷妹一般夸赞 江莹姐 你简直就是 我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啊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什么都会做 连穿搭都这么有时尚感 江莹面对这样的夸奖 说了一声谢谢 随后他抬眼望去 便看见周易在那里 跟谁打电话 这时 行员凑了过来 江莹 我们去买菜吧 江莹微笑的点了点头 很快 他们便来到了菜市场 经员在他身侧跟着 从紧张到心上 江莹 你平时都是自己做饭吗 江莹点点头 比较喜欢做饭 经员继续追问 我以为你家里会雇保姆 江莹微笑 我不太喜欢自己家里有外人 忽然经员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经纪人 刻意压低的不悦声 别傻站着 制造点暧昧 给你发了那么多条信息提醒你 你都没看 玩世公子哥 看到自家老婆与别的人有说有笑 就开始 斥起陈年老醋 经员迈不想靠近江莹 他就转过头看他 看了眼身后的摄影师 带着笑意 用紧两人的声音问 是你经纪人的电话 让你跟我吵CP 没关系 听你经纪人的 我配合你 经员伸手接过他手里的便利带 手不小心碰触到了他指尖 他便满脸通红 我不是故意的 江莹眉眼带笑 没关系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周易下楼喝水 正喝着 经被一声兴奋的尖叫声 在沙发里响起 我们节目的第一对CP 是要诞生了吗 不过江莹姐跟金元 看起来好般配啊 年夏 小奶狗 热瓷条啊 周易闻言T看向他 什么 经被抬眼 拿着手里的平板 转过去给周易看 他恰好在拨江莹眉眼带笑 对着金元说 没关系 他握着水杯的手 骤然发了狠 水杯在他手里疏地裂开 经被见状愕然 周易 你的手 周易垂眼 把碎裂的水杯 扔进了跟前的垃圾桶里 从沟里掏出一块手帕 边擦血迹 边勾出抹坏笑 没事 水杯质量不太好 经被仍担心地问 真的没事 周易只说了一句 没事 就舌身返回二楼 晚饭是江莹和金元一起做的 除了周易 其他几个人都赞不绝口 经被好几次盯着他手看 欲言又止 最后被洛涵抢了先 周易 你手怎么了 周易勾唇一笑 水杯质量太差 加热水后炸裂了 话音刚落 他就瞥了一眼江莹 他刚好与他对视上 却又垂下头吃饭 洛涵却放下手里的碗筷 去找医药箱 周易 你过来 我帮你做伤口清理 周易身子往座椅里靠 看了江莹一眼 见后者无动于衷 起身往客厅走去 洛涵半蹲在地上 小心翼翼帮他清理伤口 时不时低头帮他吹一吹 担心会弄疼他 周易嗓音滴滴沉沉 你喜欢我 洛涵脸一红 垂着也没作声 以为周易接下来还会说什么 让他脸红心跳的话 没想到他起身迈不上了二楼 江莹伸手入都掏出手机 屏幕上赫然跳出一条微信 来我房间 他却不回 按下删除 将手机重新揣回了兜里 回到房间后 他简单冲了个淋浴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里 乔南急得就快哭出来 江经理 关磊出事了 他刚才在剧组发脾气 这时周易给江莹打电话 却一直打不通 高冷女王扬言 我永远不会为了任何一个男人 牺牲掉自己的人生 江莹赶到现场便询问 关磊始终没出来 乔南面色难堪 没有 我们的人几次上去敲门 房间里都没人阴 江莹紧皱眉头 麻烦帮我找两人 把这扇门拆了 所有的损失 由我们公司一力承当 十多分钟后 拆门的声响 回荡在整个楼道里 关磊直接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谁让你们拆我房门呢 江莹挑开唇角 我 去跟工作人员道歉 关磊文言怒瞪向他 我要见周易 江莹却无视他 要经纪人把他带回房间 关磊开始挣扎 你放开我 王可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你到底是谁的经纪人 江莹直接用力 把他推进了房间 经纪人见状竖起了大拇指 真不愧是江经理 萨气十足 江莹看着楼下 越来越多的余计 关磊 你这是在断自己的后路 知道吗 关磊哭红了眼 我不管 我要见周易 江莹却说 你跟周易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清楚 但是为了一个男人 把自己的事业毁了 你一定会后悔 关磊一脸愤然地看向他 那你呢 如果把周易换成周延呢 你还能这么云淡风轻吗 江莹嘴角扯了扯 我永远不会为了 任何一个男人 牺牲掉自己的人生 为了能尽快摆平这件事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周易的电话 周易低沉磁性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怎么了 江莹回应 关磊想跟你说话 周易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江莹没听到 不过关磊的哭闹声 渐渐小了下来 然而他破涕为笑 你不准骗我 关磊挂断电话后 人变得乖巧起来 我待会儿去跟工作人员道歉 江莹回到家 正准备开门时 在角落看到了一抹 熟悉清肠的身影 他踩着鞋子迈不上前 大哥 周延文言身子一僵 都开始产生错觉了 随后他伸手 就想去牵他的手 江莹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喝醉了 周延点点头 含糊道 我不知道你会回来 不然我不会来 江莹主动开口 大哥 要进去坐坐吗 周延甘哑着声音 我要订婚了 江莹淡笑一声 恭喜大哥 周延弱弱地问了一句 你就没什么 想跟我说的吗 江莹却说没有 周延眼底泛起一抹心红 周家所有人都以为你喜欢我 江莹呼吸一致 抱歉 给你带来了困扰 周延递出喜帖 下周一我订婚 你跟阿姨一起来参加 这时 周一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大哥 订婚 怎么不跟我说 私下里跑来找我老婆 周延连忙解释 阿姨 你别误会 我只是 周一直接打断她的话 收到了 你订婚 我们一定会去 大哥 天色已晚 你早点回去 我们先睡了 等周延走后 周一一直把她抵在门前 低沉着嗓音道 生气了 江莹先眼皮笑 我生什么气 江莹以为七月老公会跟她翻脸时 她却伸出手 在她头顶颇为宠密地摸了摸 宝贝 想法不错 下次别再想了 周一一脸认真 关磊大闹是因为我 江莹偏头看她 处理艺人的绯闻 原本就是 我的本职工作 更何况 关小姐还是周总的青梅竹马 周一被噎得无话可说 舌尖抵了抵后牙槽 我们俩是青梅竹马 那你跟我算什么 江莹不答话 一双如水的毛子里 满是讥笑 周一盯着江莹看了会儿 择了一声 伸出扣住江莹的后脖梗 拉过来直接吻上 她以为凭着江莹的性子 在这种情况下 她一定会推开 可江莹一点没挣扎 相反还闭上了眼 周一眉风轻挑 吻从霸道强势 变成了温柔缠绵 一吻结束 周一用额头 抵着江莹的额头 邪气的笑 突然这么听话 江莹气息不稳 眼底有被勾起来的欲望 可说出的话 却薄良至极 周一 你什么时候玩腻 周一眼眸深沉 什么 江莹淡淡的看看 我记得 你以前玩女人 一般不会超过一周 周一悲笑 你玩腻了 江莹应了一声 我玩腻了 气氛一瞬间低压凝固 就在江莹以为 她会跟她翻脸时 周一伸出手 在她头顶 颇为宠密的摸了摸 宝贝 想法不错 下次别再想了 江莹僵住 转头就要回卧室 周一却跟着她问道 为什么玩腻了 嫌我花样少 江莹听后愣住了 周一继续开口 今晚我也不回去了 江莹冰冷的 说了一句随你 就直接关上了房门 熟睡的江莹 做了一个梦 她妈妈一直在打她 都怪你这个不争气的 你爸爸不要我们了 她在外面有女人了 怎么办 盈盈 梦到这里 她就被惊醒了 次日一早 她在吃抗抑郁的药 又在看医生 给她发的消息 你的这个病 想要彻底根治 还得需要你自身努力 你要相信 并不是所有人的婚姻 都会不幸 江莹却回复了一句 我忘不了 高速路上的那场车祸 我爸妈就死在我眼前 随后就放下了手机 这时 周一凑了上来 怎么起这么早 回节目组 江莹点点头 她回到节目组的时候 在场的几个人 正在吃早餐 看到她 金莹主动帮她拿拖鞋 昨晚出去了 江莹嗡了声 处理了点工作上的事 金莹用仅两人 能听到的声音数 我听说了 是关雷打上了 剧场的工作人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江莹吸引了一波粉丝 天天在节目组的弹幕上留言 喊江莹老婆 金莹冲着两人挤眉弄眼的笑 然后调侃 金莹 你看到江莹姐眼里 有小星星哦 金莹脸疏地一红 其实有些慌乱的 给她盛了碗粥 放到她面前 海鲜粥 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几个人安安静静地吃饭 周一一身黑色衬衣 出现在房门口 风流味十足 金莹看到周一 脸结实一红 周一 你吃过早饭没 周一迈步往客厅走 没吃 金莹跟个怀春少女似的 要不要吃点 金莹做的 味道特别好 周一视线扫过金莹 对方正在用公块 给江莹加菜 她不知道跟对方说了什么 对方耳朵都红了 洛涵便直接凑了上来 周一 你早上是去晨跑了吗 周一神情玩味 是 你想跟我一起跑 洛涵却说 我也有晨跑的习惯 可以吗 周一笑得有些坏 不可以 江莹正在看书 忽然手机震动了一下 屏幕上跳出一条微信 你房间监控关了 睡吧 江莹抬眸看向监控 发现刚才还亮着红点的监控 此刻果然没了反应 她便放松了身子 便就要躺下去的时候 周一第二条微信 紧接着发了过来 你先睡 我待会儿过去陪你 江莹神情温良下地 正准备反锁房门 手机低的一声 周一第三条信息发了过来 别锁门 我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江莹眉头紧闭 无赖这个词 显然已经不足以用来形容周一 周一是在江莹睡熟的时候进来的 她丝毫没察觉 睡得安稳 感觉到身后有温热的东西贴上来 整个人还下意识地往她怀里挪了几分 江莹这个动作 无疑取悦了周一 周一薄唇勾笑 将人拥进怀里报警 两人一觉睡到了下午 江莹睁眼 感觉到自己腰间横了一条手臂 周一薄唇贴在她脖子上妈撒了花 饿吗 江莹慵懒回应 不饿 周一在她耳边低笑 可我饿了 她亲事而上的时候 江莹主动扬起脖子 去咬她喉结 周一一双好看的桃花眼里 擒着坏笑 不是玩腻了 江莹半眯着眼看她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 慵懒得不像话 周一今天格外用心 用心中几乎带着虔诚 她率先落吻在江莹的红唇上 最后一路向下 一寸寸膜拜 动情的时候 江莹身子都拱了起来 隐忍的声音欲哭欲气 周一低笑 玩腻了吗 江莹不说话 半傻 从背尺间挤出一句 混蛋 下去 周一轻挑眉梢 那我呢 江莹侧头抬下河 洗手间可以见你 周一啼笑 莹莹 提起裤子不认账 江莹扯过一旁的被子 盖在身上 是你自愿的 你如果不下去 以后就别再来找我 周一薄唇半钩 行 洗澡吗 江莹先眼皮 你帮我 周一盯着她背影看了会儿 伸手将人抱起 往浴室走 江莹手自然地攀上她的脖子 水温稍微热些 我怕了 周一把江莹底 在浴室瓷砖壁上 禁锢着从背后亲吻 江莹推她 却力道悬殊